好 提到游戏呢 我们知道现在很热门的iPhone手机 可以下载很多种游戏 其中有一款游戏是针对人脸的美丑来评分 虽然有些人觉得很好玩啊 但是阳光基金会却提出抗议 他们认为这是拿人的容貌来开玩笑 扭曲了价值观 iPhone手机很流行 除了打电话还能从Apple线上商店下载游戏软体 这款游戏叫丑脸评分 拿手机拍下照片满分十分 分数越高表示越丑 底下还会有一句毒蛇评语 拿容貌来当游戏也引发阳光基金会抗议 其实美丑不是只有一种标准 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主观的认定 然后说是可能会影响 会扭曲大的一个价值观 那明星的脸测试 梁朝伟有八点六分 评语说这种丑会吓哭小孩 而大家最公认的美女林志玲 这张照片零分一点也不丑 不过换一张照片 丑的程度变十分满分 而且这种丑足以让牛奶臭酸变诱格 当成游戏看待 似乎可以不用那么当真 不过阳光基金会认为 不管评出来的分数 跟世俗公认的美丑标准一不一样 重点是不应该拿面貌开玩笑 他用这样比较轻松戏虐的方式 其实就鼓励了大家 就对美或是丑 就很轻易的去做一些批判 如果我没有这张脸 你还会喜欢我吗 这是阳光基金会正在推动的 脸部平权概念 不管外观如何 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 跟公平的对待 他们认为这款游戏太戏虐 要求下架 不过如果要苹果回应 阳光基金会得主动写信 给苹果表达抗议 苹果才会处理 记者许分咨询证据台北报道